人本家中从事饲料买卖 一个契机让邮博士投入回收废渣及肥料事业 然而一切并非想象中的顺遂 肥料滞销转而开发环保设备 在不断的失败当中找到出口 我当初原来是在做环保废弃物的回收 然后做出来的肥料是又臭又自消 所以我开始在研发在这个设备 让它能够易于保存跟推广 那我们现在用新的方式就是到机器里面直接分解 分解出来之后就变成一个酵素的肥料 环保酵素生产设备除了应用在食用的天然酵素 环保清洁用品 养殖场除臭与废物利用 大楼社区化分池分解 除鱼及废渣再利用 也可以运用活氧脱臭的技术 处理这些恼人的环境问题 以及增加经济收益 此外 邮博士以加油站的方式推广酵素生产设备 有效减少运输费用及方便民众使用 一起落实环保共创永续健康的新时代 果菜废渣除鱼 树木残渣 透过发酵处理形成环保酵素 废物也能变黄金 让资源生生不息 为了让更多人能接触环保酵素 由慧光博士研发环保酵素生产设备 要把环保落实在全台每个角落 新地如大地 大地比较是很清静的地方 我们不要去污染它 加上化学肥料 加上一些农药 可能就污染这个大地 污染这个环境 环境只要保持住展的话 它生长住宅的蔬菜都一切棒的东西 最好的东西 只要没有这个酵母镜 我们可能今天也没有这么好的 有机会来提供蔬菜的引领成分的主要来源 酵素能帮助改善土质 无需农药 就能让一小块农田 种出各个肥美 又能喂饱七百人的蔬果量 有了这样的设备 从制作肥料到种植都能自给自足 且每一口都吃得到真正的天然 农家自行发酵的有机肥 强烈的酸味让人久久难忘 然而由慧光博士所研发出来的 环保酵素生产设备 所制作出来的环保酵素 不仅有着淡淡的果香 并且达到自然无毒 当初开始种的时候 以前我们用的一般的积肥 下去用味道会长错 后来我们就用了我们的酵素 那个环保酵素来喷 然后整个环境味道 还有它的生长势都改变 尤其它火龙果成长的速度是非常快 一般传统的农民 它自己发酵的酵素 它起来可能它的发酵 原理做得不好 而产生了一些不好的状态 对植物也是影响很大 我们用了那个 环保酵素最健康的这个酵素 它的那个生长速度是特别快 而且非常健康 竹子都不用喷农药 酵素设备最方便的 就是能将现有的废物 回收再利用 提升环保与经济的最高效能 平常有一些枝条或是果实 像果实有些会被虫 因为我们是天然有机 也会被虫吃掉 然后吃掉就没办法销售 然后就把它变成废物利用 有一种是用浸泡 像果汁机这种搅拌的 这样可以节省成本 又可以环保 然后这样做起来效果很大 透过环保酵素设备 可大大节省肥料的运输成本 由此配备的厂商 就能自己生产酵素肥料 制造生产到自用 一贯化的处理更能确保品质 有辉光博士希望借由酵素生产设备 落实环保回收在地化 以最小的成本创造最高的效益 他帮我们设计这套设备之后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粪便 有效地变成一个有机肥 但我们的粪便不用像传统的方式一样 在它在粪便产生的时候 我们就用天然的酵素下去分解 然后出来到故意分离出来之后 它变成一个有机肥 为我们减省很多粪便上面的困扰 以及造成二臭的问题 希望带给我们台湾 或者是世界上的地区 让这种设备能够推广出去的演演点 然后大家都能够讲废室落地话 直接处理